各位來賓,各位業界的先進,大家好 我是研華公司的蘇俊好 可以叫我Coby就好 今天有謝謝DigiTimes有這個機會幫大家分享 我想我們今天整場的主軸是 製造轉型的中間相關的 接到這個主題的時候 研華公司思考一下 本人在自動化部門大概服務有接近十年 研華從一開始大家所知道的工業電腦到自動化 接下來我們開始做工業4.0 IoT 到這邊的時候,我們研華公司在幾年前 大概在四五年前我們開始找一些 在我們生產製造業界相關的partner 所以我們其實今天要來分享說 為什麼會有兩個講師 來跟各位介紹今天的主題 那我們會focus在智慧的生產製造上面 那由我們這邊這樣算是研華這兩年最重要 在智慧工廠這邊的partner 思潔科技來幫我們做介紹 OK,好 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智慧工廠 智慧工廠製造跟AI的關係 那在20年前甚至10年前 我們的所有的架構 生產架構都講說3C 但是我們現在講3A 那3A是什麼? 就是AI 那再來是automation 自動化 autonomous 自主性 那自主性就是所謂的 像是無人商店 那還有一個就是人工智慧駕駛 就是在自主性的範圍 那為什麼我今天要提這個3A呢? 因為我們待會會跟各位介紹的主題 就跟這3A緊緊的相連在一起 好,那來分享一下最近的一個消息 首先在IDC這邊 IDC這邊在8月底的時候有給一個訊息 就是最新人工智能支出指南 那這個是中國的那邊發出來的訊息 在智慧市場這一邊 會超過160億美元的投入 在2025年這邊會發生 來看一下台灣的訊息 台灣Tradeforce這邊 在數位轉型加速的相關的投資這邊 2021年 那全球智慧市場的規模 會達到3050億美元 我給他修改一下是2025年 所以這兩個訊息 跟大家分享一個情形就是 所有的智慧生產製造 都會跟AI3A有相當密切的關係 好,那我今天請我們 今天的一個研畫非常重要的partner 詩傑這邊 我們歡迎詹慧來幫我們做一個分享 OK 好,那個感謝Coby的介紹 那大家好 我是師傑科技的市場開發經理詹 今天就由我來跟各位分享一下說 AI怎麼在智慧工廠裡面 智慧製造裡面落地 好,那我跟大家再戰一下話 其實研華這幾年的時候 我們著重在智慧製造的市場 那AI是我們一個非常重要的方案 那AI其實在坊間所有的自動化公司 都是一個重要的項目 那今天會請詩傑來跟大家分享的是 因為這個是研華公司 那跟詩傑這邊所配合一個很成熟的方案 那我們所謂的成熟方案是什麼 就是它的銷售量非常的不錯 成長率非常好 那再來是給我們的中端自動化使用者 有真實上的一個注意 OK 好,那我們一開始先介紹一下我們思潔科技好了 我們思潔科技是一家專注於AI視覺檢測 以及自動化導入服務的軟體公司 那其實AI這個話題在智慧製造裡面 這幾年算是相當的熱門 那我們從軟體的角度來看 其實主要原因分為兩個 第一個是GPU技術的一個突破 現在大家已經可以很容易的在市面上 用一個親民的價格買到一個高運算力的顯卡 可以應用在工廠裡面 那第二是來自於AI演算法的成熟 現在已經AI演算法已經非常成熟了 那讓越來越多的企業主 願意把這樣新的應用 把它應用在自己的工廠裡面 那我們師姐算是研發 AI算是走在比較前面的 我們在2015年成立初期就開始研究AI 那在經過這幾年已經有超過五年 協助客戶實際把AI落地在工廠裡面的經驗 那今年算是AI大爆發的一個年代 我們今年光AI相關的視覺檢測方案的業績成長率 就達到了三倍之多 這算是一個還蠻不錯的成績 那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可能對於自動化或工廠相當熟悉 那各位可能有個數據不知道 那這裡分享給各位就是 其實在大大小小的工廠裡面 那師姐的客戶每分鐘正用師姐的AI方案 進行20萬次以上的AI分析 那這句話講完啊 又多了兩萬次 那這個數據啊是要告訴各位說 其實現在已經有非常多的企業主 他們已經開始享受AI帶來的便利性 AI帶來的效益 以及AI為他們在產線帶來美好的果實 那今天我們會透過幾個實際落地的方案 跟各位介紹一下說 我們師姐的科技怎麼跟研華一起協助我們的客戶 把AI在產線裡面可以實現 好 那在這邊我想因為我對師姐有一定的熟悉度 那師姐的AI系統是架構於跟AOI有非常大的關係 但是我們今天的主題是 為什麼視覺檢測需要導入AI 那我傳統已經在做的視覺檢測 他們會有什麼樣的差異 好 那大家講到視覺檢測 第一個想到的應該都是傳統的規則式的AOI 那傳統的AOI它其實在做視覺檢測的時候 它會有幾個瓶頸 第一個就是瑕疵的入口設定其實是相當複雜的 那使用者他必須針對他的產品 他要剪的瑕疵去設定不同非常複雜的規則 所以在相容性的部分其實是比較低的 那第二就是傳統的AOI針對這種不規則的瑕疵 它是非常難去定義的 也因此傳統的AOI在檢測這種不規則瑕疵的時候 它的誤判率是非常高的 那第三是傳統的AOI它沒辦法 精確的把瑕疵的類型把它分類出來 那這個也造成了當使用者希望透過這樣檢測的結果 結果去回溯製程的狀況的時候 其實是非常難的 那這邊我們就跟各位分享說 其實我們主打的不是用AI來取代AOI 而是AI怎麼樣替傳統的AOI可以做加分 那我們分享這個案例是EUV光照盒 那我們的客戶他在光照盒這個產業大概佔了9成的試占 那過去我們的客戶他是使用傳統的AOI在做光照盒的檢測 那這一個示意圖黑色的部分 其實是代表光照盒原本的紋路 這個是不需要剪的 因此我們客戶他想要剪的地方是黑色以外的地方 那過去他在使用傳統AOI的時候 他必須在這些機靈地裡面去框出要AOI剪的範圍 那寫很多非常複雜的AOI規則來剪這些瑕疵 而且還沒辦法把瑕疵做清楚的分類 那這個就是運用AI一個非常好的案例 就是我們透過這樣的圖片 我們讓AI去做學習以及分析 AI他會自己去學說哪些地方要剪 哪些地方不剪 不需要去框很複雜的檢測範圍 那針對這樣不規則的瑕疵 AI他可以把瑕疵明確的找出來 包含瑕疵的種類以及面積 那我們把瑕疵的面積找出來之後 把這個結果回傳給AOI AOI可以根據這樣瑕疵的名稱以及面積去做卡控 超過多少個pixel以上才判斷為NG 多少以下是OK的 因此這樣AI與AOI的結合啊 帶給客戶的效益就是 他可以清楚的知道瑕疵的種類 位置面積以及搭配既有的AOI 來做一個瑕疵的管控 那這邊分享的第二個案例也是跟半導體相關 那這個減的是Waver的一個平整度 那我們的客戶他是使用設備 他把Waver的平整度 也就是會產出一張Waver的高度圖 那這邊是會用顏色的深淺來代表Waver上面的高度 如果突然有一塊顏色很深或很淺 就代表說這邊的平整度是有問題的 那這個代表說這一塊Waver有問題 那過去客戶的方式是定期工程師他可能兩三個小時 他會到產線上面他去看一下說這些照片 然後看說這一批生產有沒有問題 量率有沒有突然暴低 那這樣的效率是沒有這麼高的 那因此客戶他找我們去討論說 AI有沒有辦法在這樣的應用上提供一些協助 那我們做的方式是說 其實像這樣不規則的圖 在AI在做檢測的時候 往往可以得到蠻好的效果 那把這樣的圖片丟給AI去做分析 那AI可以自動化的去跳出說 現在產能他現在的瑕疵率爆增了 那跳出一些alarm 那工程師就可以即時去處理 那代給客戶的效益是 整體的生產量率從85%提高到93% 因為過去很大一部分的生產能量 都浪費在製造這些本來就有瑕疵的Waver上面 那AI的通報準確率也達到了95%以上 所以AI他不是一個放羊的孩子 AI他是一個精準的吹哨人 基本上AI說這一批料有問題 他就是有問題 那也透過AI的導入 我們協助客戶加快了50%以上的製造的問題解決速度 那最重要的是這一連串的過程 數據都可以完整被記錄下來 供往後製程改善的一個參考 好 OK 謝謝 Jim 那接下來我們要談的是說 那你們是做AI的公司 但是前陣子他又跟我說 Coby 我跟你講 我們現在的客戶都自己在做AI 我就覺得非常的奇怪 那因為畢竟我做自動化也有一段時間了 那你們就是做AI的公司 為什麼今天你們的方向到最後跟我說 十幾的大客戶現在都自己在做AI 那你有跟我講到一個重點就是 你們要推行的就是AI自主化 那這邊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嗎 好 那其實很多客戶他們反映說 要導一些新技術或是AI技術會受制於廠商 我要新增什麼產品 我要調什麼參數我都要找廠商來 但是呢 客戶他會覺得說 有些東西是我know how 甚至是confidential的東西 所以他會給廠商不完整的資訊 廠商用這樣不完整的資訊 訓練出一個不完整的AI模型 然後上線之後得到一個大家都不滿意的結果 那我們思潔科技是透過 兩大方向讓我們的客戶可以達到AI自主化 讓他們可以很自主的運用我們AI的tool 第一個我們提供的是我們讓客戶非常清楚的了解 AI導入的流程 AI其實不管是在新產品或是新瑕疵的導入 不外乎這五個流程 從最前面的資料蒐集 到資料的分類標籤 AI模型的FindTune AI模型的測試 以及新模型的再部署 那我們思潔科技 我們會非常清楚的讓客戶知道說導入有哪些流程 在每個流程會遇到哪些問題 那我們會帶著我們的客戶去走過幾次這樣的流程 那在這過程之中啊 我們的客戶他其實也 現場人員也培養了AI的一些基本的know how 以及怎麼樣使用AI 那再搭配我們思潔科技的AI平台 Smart AI 我們Smart AI裡面有完整的AI功能 包含最前面的資料蒐集 資料標籤 模型的訓練 模型的驗證 以及模型的調教 那右邊這邊 可以看到的就是我們實際上 AI的一個畫面 AI軟體的畫面 上面有步驟式的引導 因此使用者他其實只需要透過點選 然後按下一步 下一步 下一步 他就可以完成一整個 AI模型的訓練以及分析 甚至他還可以看到說 AI模型實際訓練的一個狀況 因此我們是透過這兩個部分 第一個是我們讓客戶很清楚的知道 AI導入的流程 第二個是我們提供了一個非常彈性的開放平台 讓我們的客戶可以在我們的AI平台上 進行自主的AI訓練以及驗證 好 謝謝Jen 那這樣看來 以後跟你們公司再配合專案的時候 可以不用簽這麼多NRE了 相信大家有在做自動化的都會碰到這樣的問題 那到底是什麼是企業的價值 企業的價值不可以隨便讓外面的廠商知道 但是我們的AI又是創造企業的價值 我相信你們公司有找到一個不錯的解 那接下來我想問 就是市場上的AI的公司這麼多 那施傑這邊你們的一個key 如何讓這些AI可以承耐在銷售出去 服務客戶 這個關鍵點在哪邊 好 郭比斯說的 沒錯其實在導AI 現在很大一部分會遇到的問題是 AI要怎麼落地 怎麼把這個在天上飛的一個議題 把它實際在產線落地 而且甚至這樣的方案能不能裝在地端 我不用上雲 因為相信很多人可能還是會有一些concent 那我們不同的方案我們都有提供 那第一個針對AI落地的部分呢 我們提供的不只是一個AI的軟體平台 我們提供的是一系列的服務 我們的服務分為四大部分 第一個是工廠與產品適應性的評估 我們會先跟客戶去討論說 它的工廠以及它生產的產品 它要剪的瑕疵 適合怎麼樣的軟硬體架構 怎麼樣的AI模型 先做一個初期的評估 第二階段在進入AI模型的訓練 以及調教的一些輔導跟諮詢 第三也是現在很多人在導AI面臨的一個很大的問題 也是要完成AI落地的最後一理路 就是自動化的整合開發 因為很多人可能有AI的演算法 但是實際上要跟現場既有機台 或是既有產線對接的時候 往往會遇到一些問題 我們師姐是做自動化起家的 所以我們在自動化方面是相當熟悉的 我們也有自己模組化的自動化平台 所以可以透過這樣自動化的平台 去把AI的技術跟客戶既有的產線設備來做對接 那第四是規模化的技術資源 因為有了這些AI經過很多驗證之後 最後要上線 那很多客戶他需要做到大規模上線的時候 他可能在短時間內要做大量的部署 那我們也會安排相對應的 不管是人力 軟體 硬體的技術資源 來協助客戶來做導入 那我們這邊分享一個案例 這個案例是被動元件 那我們剪的是被動元件電感線圈裡面的焊點 那現在被動元件其實都做得非常小 像一顆電感 它大概跟大家一片半片小拇指指甲這麼大而已 那裡面線圈的焊點呢 它更小 它大概只有原子比前面那顆鋼豬這麼小 那這一個案例 客戶的Background 這個是在華東地區的一個非常大的被動元件廠商的客戶 那他們的Background是他們找了多年 他們評估了很多AOI或很多的方法 他找不到一個適合的檢測方式 因此一直以來都是用百分百人工檢測的 那這個案例我們跟客戶聊了之後 我們協助客戶導入的時候 我們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個就是光學架構的評估 我們跟客戶一起討論說 他要剪的這個產品 應該要用怎麼樣的光學的相機鏡頭光源的配置 才可以拍得好 怎麼樣的架構可以讓他相容最多的產品線 讓他可以一套設備剪最多的產品 那第二是我們客戶他很特別 他除了想要做到剛剛講的AI自主化以外 他還想要做到機台自主化 我們的客戶他有自己的自動化團隊 他要自己設計他的自動化機台 因此我們就透過剛剛講到我們Smart City這個自動化軟體平台 去跟客戶做對接 用這樣的軟體可以搭配客戶自己設計的硬體 那再跟我們既有的AI來做結合 那第三就是AI模型的訓練以及調教 那我們這裡也協助客戶找出說最適合的AI模型 以及最適合的參數來做調教 那第四就是規模化的AI架構的上限 那我們客戶他的目標他是在兩個月內 要把數十套的AI部署在產線上面 那在這個案例裡面我們也透過技術的資源 也透過研滑這邊硬碟的資源 我們一起協助客戶 最後還短於他們的目標 我們在一個半月就完成數十套的部署 那這個案例其實帶給客戶有兩大優勢 第一個是他們在今年的工廠的產線擴充 從過去百分百人工檢轉為現在的百分百AI檢 所以AI的檢測效率其實已經可以達到人工檢的程度 甚至可以優於人工檢 那第二是在擴廠招募人力的部分縮減了百分之八十 過去我們客戶他跟我們分享說 每年到了被動元件出貨的旺季前兩個月 他們就會開始擔心會覺得很焦慮 然後開始先提早找人 然後找人把他們培養好 還要計算說人員的流動率 才能夠在旺季的時候可以順利 把這些產能可以把它撐出來 那全線導入AI之後 現場的人員他不用再坐在那邊一顆一顆電感拿起來看 他們變成他們在那裡監督說AI有沒有好好的工作 這些機台有沒有好好的工作 那甚至幾個以前是木檢員 現在他們可能已經升級為AI的領班 他們還會互相討論我們應該怎麼樣調整光學架構 我們怎麼樣再訓練AI模型調整參數 可以讓這些效果更好 所以其實現場人員他們從過去枯燥乏味的工作裡面轉型成 他們做一個高技術含量的工作 那在工作中會找到樂趣 也找到他們的成就感 也進而可以協助客戶降低他們人員的流動率 好 謝謝Jen 所以我們剛剛知道你們家的客戶後來不再找師傑的原因是因為 那所有系統的調整升級他們都可以自己做 對 那我也很好奇一件事 那你怎麼知道這件事 這個事情是因為其實像專案的導入啊 我們是會 我們會支援非常多的技術工程師在第一階段協助客戶去導 那客戶他可以有自主性之後 那我們就會漸漸的我們支援我們可能採取遠端的方式 那為什麼我們知道說他們技術支援他們的調教都是自己做 因為他後來他找我的時候 他只會跟我們新添購設備 他就不會再找我技術支援 所以我知道他其實是這樣用的 好 OK 這個business的循環感覺非常的油 那接下來我們的主題就是 當我今天工廠要做智能製造的轉型的時候 那像各位業界先進這邊碰到案子說 那是我新的生產線感覺做AI非常的適合 那問題是現在如果在既有的生產線上面 那我如何去做AI 那我既有生產線上的設備機構 那你們要怎麼做整合 好的 沒錯 那大家在工廠裡面可能有一些視覺檢測方案 很多可能是既有的AOI 那難道這些AOI就沒辦法繼續用了嗎 其實未必我們師姐的AI 我們支援的是一個分散式的推論架構 那這個架構主打的就是我們可以無縫的跟既有的AOI機台做整合 那這邊的案例這個是一個外觀檢查機 傳統的AOI外觀檢查機 那我們透過分散式的架構 我們只需要透過一條網路線 那跟我們研滑像這個MIKE730的GPU運算平台 無風扇的AI電腦 那我們師姐的軟體就灌在這個小電腦裡面 所以架構就會變成既有的AOI機台繼續運作 既有AOI機台進行取向拍照 那把照片傳給我們的AI小電腦 那我們AI電腦進行分析之後呢 回傳一個結果回去 所以既有的機台 它就可以得到這樣瑕疵的結果 它可以繼續去做運作 那根據AI判別的結果 去做出料的動作 不管是把它放到對應的NG料盒 或是OK料盒 那所以這樣的架構啊 是可以跟既有的AOI機台來做整合的 透過這樣分散式的外掛架構 那就可以讓既有的傳統AOI機台 升級為一個AI機台 而且這一系列的動作啊 其實都是可以在地端做的 所以大家也不用擔心說 我要用AI我是不是就要上癮 我要上癮是不是就有資料外洩的問題 所以我就不敢用AI 其實未必 這些都可以在地端去做 那可以達到幾個優勢 有點就是外掛式的AI啊 可以做一個快速的部署以及上限 那針對說需要很高AI運算量的應用上面 那透過我們這樣分散式的架構 如果要更多的運算量 我就外掛更多的AI小電腦 研滑這種AI電腦其實就可以了 在整合方面是非常簡單的 那我們今天這邊分享的是 今天最後一個案例就是 這也是一個被動元件檢測案例 這也是跟AOI六面檢查機 整合相當成功的一個案例 那這個要剪的產品 一樣是電感 它要剪的是電感的成品 那看到的就像左邊這張圖 那實際拍攝下來 像大家中間所看到的 在AOI在剪電感的時候啊 它遇到一個很大的問題是 電感本身一顆它就整顆灰灰的 他們要剪的瑕疵叫做暗列 暗列就是在這一整塊黑黑的裡面 有一條有兩條不規則比較深的 深灰色或黑色 所以傳統的AOI在剪這樣的暗列的時候 效果其實是非常不好的 那在這個案例裡面 那我們的客戶它就把 既有的六面檢查機 外掛我們AI的架構 所以把圖片傳給我們的AI AI做運算分析 再回傳結果 回傳檢測案列的結果 那整體上限之後呢 我們把過去的過殺率 從5%降低到1.2% 那在重大瑕疵的漏檢率是做到零漏檢的 因為被動元件的客戶 基本上都要求可以零漏檢 那整體投入的成本 大概在一年到一年半左右可以回收 那最重要的是這個可以降低 90%的人力募檢成本 因為過去因為過殺率很高 所以我們的客戶 它在每一台六面檢查機 後面會配了三名募檢員 六面檢查機挑出來的NG料 募檢員都要一顆一顆看過 把好的挑出來出貨 壞的再拿去報廢 但導入AI之後 他們就不需要用這樣的募檢員一個一個看了 他就只要有幾名募檢員在那邊看 設備有沒有好好運作 然後進行上下溜就好 那這樣的架構 可以達到的整體的檢查數率 這個在1000 piece以上都沒有問題 那這個效率也可以根據客戶不同的應用 我們可以搭配不同的架構來做呈現 好 那謝謝Jan 那Jan剛剛給大家一些訊息 訊息量還蠻多 但我看到幾個重點 就是你們家的大的客戶 在18個月內 那所投入的AI的成本就回收了 那再來是省了90% 那我本來AOI的設備做完之後 人還要再繼續看 對 這是你們勞勞把客戶抓得很緊的方法 但是又讓客戶覺得非常的滿意 因為這些系統是在你們的客戶這邊 自己做不斷的發展訓練的 OK 那所以在今天我們知道了 AI的運用跟AOI 應該說AI在AOI上面的運用 所以我們知道為什麼要用AI 但是我們想再多知道一點說 那我們今天使用這個方案 為什麼要選擇Smartsoft 就是師傑 那可以給我們一點回憶 那另外我最近知道的一件事就是 其實研華的自動化的銷售team 這兩年 不管在中國或台灣 那我們都試著在推這個AI的方案 那其實我們很痛苦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大陸那邊的業務同仁就會跟台灣這裡說 Kobi 你們台灣這個東西 什麼時候可以到大陸這邊來做 那有沒有一個service的據點 所以我知道你們公司 今年在大陸這邊開一個新的據點 那除了為什麼要選擇師傑之外 那個據點的訊息也跟我們分享一下 好的 謝謝Kobi 就是我相信透過今天的分享 還有後續兼其他議程 各位先進的分享 大家應該可以知道說 為什麼要導入AI 那在視覺檢測的部分 為什麼要選擇師傑Smartsoft的AI呢 其實有三大要素 第一個是我們可以 我們具備了非常豐富的協助客戶 把AI落地在產線的經驗 第二是我們的Smart AI 我們提供了一個非常方便的一個軟體平台 客戶可以直接自己透過步驟式的引導 就完成這樣AI模型的部署 那第三是我們除了這樣的軟體以外 我們提供的是一系列的服務 我們讓客戶清楚的知道說 AI導入的流程各個階段會遇到什麼問題 那要怎麼樣來處理 那客戶要做大量上限的時候 我們可以怎麼樣來協助客戶 那也因為這三個原因 那我們相信各位可以放心的 把視覺檢測的AI交給師傑 那這邊是剛剛Copy有分享到 就是我們其實也隨著研滑的步伐 我們把應用的版圖越擴越大 那在今年我們也在China地區的昆山 我們也會設立一個服務據點 包含了業務以及技術的團隊 也因此現在不管是台灣還是 China還是各地的AI相關的應用 我們都是有相對應的技術資源 因為我相信很多人的工廠 可能還是在大陸這邊 不管是華中華北還是華東地區 那目前我們師傑也都有相對應的資源 可以來協助各位做AI的導入以及升級 謝謝 好OK 謝謝 那研滑在這十年他最重要就是 我們在做工業4.0做IoT 那在這五年最重要的是 我們搜尋志同道合的夥伴 做一個事情叫做共創 那師傑是我們共創的重要的partner之一 那也期望說在座的各位嘉賓 還有業界先進 那會有機會再來參與 研滑這個共創的 我們這一個大的一個group 好 OK 今天謝謝大家 好 鮮好 點營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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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